大家好,我是姚健,今天再做一期关于比特币的 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做节目了 虽然看我节目的人非常少,就几百人 每次固定的应该就这些人,固定的人群 但是呢,每次只要一谈某些特定的话题,就会有人来骂你 比如以前我曾经长期的谈过郭文贵 你每次说郭文贵都有人来骂你 不管他是什么自干五,五毛,还是什么右派 美狗,美芬,还是郭文贵的小蚂蚁 总是有一拨人在下边跟你纠缠不清 另外一个经常固定的,永远会引来这个话题的就是比特币 你每次一说比特币,就总有一拨人在下边骂你 而且他们骂的都是一个思路 你根本不懂比特币,你聊个屁 你根本不懂比特币,你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资格聊比特币 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比特币很像一个邪教 我在网上这么一搜呢 原来和我想法一样的,这个人早就有 我确实不懂比特币啊 别人早就发现比特币是邪教 因为我个人对比特币关注的比较少啊 这个早就有人说了,经济学专栏作家 这个Francis Coppala长期以来一直是比特币的批评者 他宣称比特币是一种邪教 异教 这说的太好了 就是这样的 从我个人的这个短暂的自媒体时间来观察 也是他就是邪教 因为每次一说他就有这种邪教徒上来骂你 跟你这个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啊 当然我们这个频道是从低端人口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也要同行这些被比特币邪教给这个迫害的低端人口 毕竟是老领导金融压迫的一部分 是老领导清洗手段的一个常见方法 但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邪教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比特币 而且我们不能只分析的这么low 我们还要从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这个叙事经济学的角度来 看一下比特币这个现象 到底是如何利用低端人口这个压迫低端人口的啊 来做到我们自己以后不被这种叙事经济啊 给忽悠啊 而且还能教导现在已经被压迫的这个低端人口 虽然他们骂我们吧 但是没办法 低端人口现在人体这个群体就是这样 你能救几个救几个救不了的 说死人没救吗 对不对 这个佛度有缘人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但这些人可能在比特币里赔钱了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除非老领导把钱还给他 但是那是不可能了 你死的时候你这个邪教就脱离教级了 你不死你脱不了这个邪教 对吧 很多邪教都是生死契约 所以比特币是邪教 法币是宗教啊 那什么是真正的神呢 是不是黄金呢 还是外星人呢 你就自己想吧 所以这个人说了 这个是一个网文作家写的 但是他这个新闻都有很多 他应该也是这个根据新闻综合的 这个写的比较好 网文作家吗 还是有一些这个文笔的 这个比特币是邪教 这个长期的这个专栏作家说的 而且这个PayPal的CEO啊 现在的啊 也是说过类似的话 很多人都知道比特币是邪教啊 巴菲特也说比特币这个是骗人的啊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所以邪教和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 他在这说这些烙马气糟的啊 我们看看 所有的货币都是一种宗教信仰啊 现在大家已经明确了 因为马上 我们这个法币 人民币啊 美元 什么的 家元 欧元 所有这些主流的货币 还是日元 都会变成数字货币 就跟比特币类似了 所以它不是成了一个数字 不是成了一个信仰 是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数学符号 在你的电脑里边 一断电一断网就没了 对不对 它确实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信任 都是基于最国家的信任 所以昨天我说 如果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了 黄金就会上涨 因为那个时候货币它就贬值了嘛 就像昨天列举的很多国家 伊朗 委内瑞拉 这个利比亚 叙利亚这些地方 土耳其货币贬值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冲着买黄金 换美元 但美元一贬的时候 它又拿着美元去换黄金 所以到底换哪个好呢 低端人口总是在这种被压迫的过程中 在路上 在死的路上 和在死的路上排队 所以货币是一种信仰 没有问题 比特币呢 它又不是货币 它又想当货币 想当低端人口的货币 所以低端人口被它清洗了 加入了这个邪教 所以比特币就是一个 没有上位的这个小三 他一直是个邪教 那有的人在比特币赚钱了呢 他就高兴 有的人没赚钱被忽悠了呢 买了很多山寨币呢 他就只能这个 靠 污染其他的低端人口 来发泄自己的这个负能量 这个负能量是从老领导传给传给他的 然后他又传给别人 当然他也是通过其他低端人口传给他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鄙视链嘛 然后他只能 因为他知道了一些英语单词啊 知道了一些这个中文词汇啊 老领导给他创建的这个虚拟世界VR的这个系统 他就拿这个来找一些这个自尊自信嘛 所以这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你看了网络小说 你说啊你没看网络小说 你不懂我是没看 我不需要看那个老领导的洗脑网络小说 对不对 比特币只有成为邪教才能成功啊 真正的信徒不知疲倦的开发比特币啊 使其更安全更易使用 不会为了个人牟利而进行权力寻租 这个比特币只有成为邪教才能成功 因为所有的货币都是一种宗教信仰 只有比特币获胜时才能摆脱邪教地位 那比特币能获胜吗 比特币再过五年就消失了吧 还是成为某个小国的一个法币啊 那个小国瞬间的金融崩溃 然后大家都抢着去排队买黄金吗 你可以想象啊 比特币这个地位 比特币宗教之争 这个比特币是哪来的呢 不是这个流传的故事吗 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叙事经济学的描述啊 流传的故事说 2009年1月3日18点15分05秒 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了啊 这个故事描述的有头有尾 时间地点人物 现在给了时间啊 没给地点和人物呢 这个人物是中本聪 地点是什么 地点是不是这个什么创世区块啊 这我不懂啊 这个有很多懂的人 你懂你就懂啊 我不想懂 这创世区块在哪呢 这个创世区块 我就想知道它在哪呢 一个自由主义者拯救银行的故事 就此拉开序幕 注意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这就是一个宗教故事 相当于是这个神救了大家啊 这个以前有什么啊 有魔鬼啊 这个和神进行了一场争斗 然后到了地球上啊 然后这个奴役人类啊 人类受了它的蛊惑啊 这个被神惩罚了 这么一套故事 有头有尾的 当然我用圣经 我用圣经比较熟一些啊 当然你要是相信圣经的 你觉得不好 你也可以来骂我 对不对 这都是一样的 这是宗教 所以比特币就是个宗教 你只要一说它不行 它是个故事 它是骗你的 就很多人开始骂你 所以比特币和宗教的相似性 大家已经看见了啊 不是什么手上很多媒体都报了 而且这个人说什么 比特币和犹太教的历史 更为接近 犹太教历史不懂啊 我不懂啊 这个旧约里有一些 犹太教这个征战的历史 我不太没有深入的研究 旧约里边那些征战的细节啊 这个不懂啊 比特币和犹太教 有什么相似的呢 这个犹太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 都是亚伯拉罕系的教派 这是同一个源头 同一个始祖的啊 一神论的 他在说这个犹太教的历史 那怎么和比特币对比呢 今天的比特币和犹太教一样 有众多分支啊 他这么对比的 比特币有众多分支 今天的基督教也是很多分支 伊斯兰教也有分支 犹太教还是有没有分支 没研究过啊 比特币黄金啊 比特币和这个比特币现金 共同分化出来的 什么奥本聪版本 奥本聪是冲本聪的假冒者 他的比特币版本 跟后面称为BSV啊 这是邪教 又出来了小邪教 分支邪教 像什么上帝妈妈教啊 又出来了 耶和华见证人啊 出了魔门教啊 出了这些假的基督教啊 这基督教的这些啊 伪教啊 所以我们管中本聪教上帝 其他那些是什么玩意呢 这个比特币邪教啊 这两个升级版本互不兼容啊 然后这是17年 第二次发生在这一年 今年这个10月25吗 是在这个什么时候的文章 第一次2017年8月1号 然后是第二次发生在这一年10月25 这两次分裂好像是今年我记得啊 是有一次分裂 然后他这个价格还波动了一下啊 赚取了许多媒体关注 这两次分裂后比特币 分为比特币和比特币黄金啊 目前比特币这个流通市值啊 什么加密货币榜 比特币现金是加密货币榜第五位啊 比特币黄金呢是29位啊 就这些小邪教 现在他们这个受众有多少 就是通过市值可以体现出来 现在就这么多邪教跟基督教什么 不同教派有不同的这个教主 然后有不同的这个信徒 信中的人数不太一样 他们互相说 我这个教派最正统 我这个继承了原来的这个神的旨意 对不对 我是中本聪的忠实的追随者 这个伊斯兰教不也是吗 都是在争着谁代表了阿拉啊 谁的教教派最正统 现在所以他这么对比的比特币和宗教啊 宗教的正统之争 这比特币在这这几个分出来的 还有包括新发的很多这些 一会我们看新发的很多山寨币啊 现在比特币已经不是在玩这个 是不是正统了啊 当然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啊 啊这个2018年资本市场 整体环境非常好 还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啊 大家还在疯狂的投资投机啊 这种疯狂让比特币的财富故事得到大量宣传 啊你不谈区块钱不知道比特币 你就活在上时期啊 一天涨十倍 一天涨一百倍 这种疯狂小人物啊 信徒的故事中可见一半 什么梁石雅的 什么花 我花208万 给你这个新婚快乐的祝福 刷爆了朋友圈 比特币 刷爆了比特币这个信徒的朋友圈 这个文章是说有一个前男友 给他在100个城市的头版头条 打新闻 说什么我花了208万 这些钱是39个比特币换来的啊 就这么一种比特币的叙事故事 有人就相信了 你看人说比特币赚钱多快啊 这么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啊 还有这个策划人 这次事件的策划人 这个圈子传媒CEO这个 真妙啊 亲自对媒体说这都是真人真事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啊就是有年轻人赚了这么多钱 就是花了39个比特币208万 砸了这个钱 就是为了换自己这个青春的这个誓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比特币的叙事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一个财富的叙事 这就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得主 给我们讲的这个叙事经济学 我们一会儿再看这个 现在造假的这个 我们先从叙事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啊 来跑哪去了 什么是这个叙事经济学 这是这个Robert Schiller啊 他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上的一个得主 他是老领导方式的现人 叙事经济学和尤尔赫拉利说的这个 旧的叙事已经崩溃 新的叙事还没有开始 都是一个就是故事 老领导给我们讲故事 我们从小被培养看故事 你看的电影呢 看的小说呀 啊分析什么重心思想 断络大业 这些所有的扯淡东西 都是为了让你吸收故事 啊 这个故事呢 就是老领导控制我们的一种方式 啊 所以这个比特币呢 就是他这本书里边 第一个举的例子啊 啊 我们看看怎么说的 这个他这本书是从比特币讲起的 他认为比特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经济叙事的实力 因为他有很强的传播力 在这个全球大部分地区 带来了重大经济变化 这是老领导非常成功的一个叙事经济学的案例 忽悠群众低端人口的案例 老领导就无端的 无中生有的 弄了这么一个数字货币 这么一个数字符号在电脑里边跑一跑 然后就这么多人投他们这个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当然如果你从这个赌博中赚到钱了 那没什么可说的啊 你甚至可以给我打赏 对不对 我这种低端人口没钱的 只能在这放嘴炮的 也不懂比特币这么高端东西的 你应该给我们打赏 但如果你赔钱了 你就是被老领导这个叙事给忽悠了 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啊 刺激了商业的信心啊 推动了什么创业的激情啊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做到了这一点啊 不容易 老领导非常高兴 喜闻乐见 群众们是不是喜闻乐见的 就看你赔不赔钱 所以什么是这个叙事信息 老领导就给你剖析 老领导在怎么玩 怎么玩你啊 老领导给你 给你深入浅出的给你交流 当然要讲一个故事 小说对提高人类共情能力和道德水平 减少暴力行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默言还说默言啊 主题就是讲故事的人啊 我们常说这个讲好故事啊 我们使人生爱都是听故事的 这就是这个 尤尔赫拉利在这个 《未来简史人类简史》和这个 《今日简史》里边说的 我们就是在讲故事 所以这个叙事嘛 我们总要听 给自己幻想出一个宏大的叙事 你在里边扮演一个角色 啊 你在这个 而且这个故事呢 要超越你个人的这个生活范围 要有一个更大的这个主题和背景 这样让你觉得你参与进来 而且超越了你的平凡的人生 你就觉得这个故事好 如果像你对我这种人讲呢 就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故事 没有扮演角色 为什么你这个 这个买了比特币的人 这个比特币邪教徒 这么一说比特币 他就不行了呢 就这么激动呢 因为他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角色 而且投入了自己的真金白银 所以他就不行了 他必须要跟你这个拼杀到底 就像邪教徒一样 你说神 你说神是假的 你信这个伪神 他就要杀死你啊 为了神这个执行公平正义 替天行道 梳理了经济学生 这个路干的这个故事啊 什么广泛挖掘叙事传统啊 我看看怎么没不说了呢 怎么不说比特币了 好吧 这个就说到这了啊 我看这个 这个也是在其中的来说 加密货币背后是一个单一叙事组成的这个叙事星座啊 一个有许多单一故事组成的叙事星座 是个叙事组合啊 其中有多个重要叙事啊 比如中本聪对创世区块 这什么在中本聪在创世区块对银行业的嘲讽啊 因为当时不是金融危机之后吗 他的叙事背景是金融危机啊 我们不能信任银行了 当时确实很多银行冻结了一些人的这个存款啊 相应的这个资产 还有很多银行这个给投资客户理财赔了 那地盘人口不相信银行了就弄出这么一个 老人导趁机弄出这么一个区块链 中本聪这个虚拟人物小说主人公教主 然后呢 推这个比特币啊 现在成了很多这个邪教徒信奉的这个上帝 还有与之相关的小叙事啊 就这么一种叙事组合 有主叙事还有小叙事啊 这是老人导这个大杂交小聚交吗 截至2020年 全球一共有数千种加密货币 与比特币成为竞争对手 但在叙事传播上 只有比特币这个成了这个总代表 每一种加密货币背后都有创业故事啊 啊 这个以太坊吗 Ethereum对吧 这个创始人是他吗 这个Vitalik不熟啊 开发人员灵光一线啊 创办了这个啊 就有人会迅速跟上 有的人就能跟上了 对不对啊 然后忽悠后来者 很多小叙事往往比这个 往往能强化比特币原有的叙事标签 帮助比特币叙事继续传播啊 这个有意思 老领导在教我们如何创建一个邪教 啊 通过通过这些叙事 而且你叙事要有层次性 要有hierarchy 啊 要有这个结构啊 有主叙事小叙事啊 怎么写小说啊 这类叙事案例比比皆是 是不是这都是小说家 这个莫言帮着写的啊 科幻小说家帮着写的 著名的比萨 比特币披萨故事啊 这个我之前也听过啊 这个什么当年有人用比特币买了一个披萨啊 一万枚比特币换了这个两个40美元的披萨啊 后来这一万枚比特币那涨到多少呢 它崩溃了 每枚比特币当时只是0.004美元 这是2010年刚开始根本没人知道比特币的时候 只有少数的这个程序员这个即刻才知道啊 如果是今天的这个一万枚比特币价值9000万美元 当然现在这个实时波动啊 这个是某一个瞬间了 价值9000万 你要真卖的话你也卖不出去 你一万美比特币想出手 我不知道怎么出手 我确实不懂 你出手给谁呢 是不是真的就有人当天就接手呢 这流动性怎么样 我还不清楚啊 还有这个什么流行歌手Lily Allen 2009年拒绝了一次邀请他上台 给他比特币酬劳的提议 要不然他现在都已经成了一万富翁了 所以这种叙事啊 第一个我听过 第二个没听过 这可能是针对不同的这个 受众的 所以我只听到了第一个啊 这个流行歌手的 是不是针对这个追星的人呢 对我这种天天上网的 不看什么这个歌手的 不知道啊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叙事真好 我们又学了一课 这类叙事能够激起人面 对自己未能发现的 这个投资机遇的懊恼和遗憾之情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有这种懊恼和遗憾之情 这个这叫FOMO啊 Fear of Missing Out 你就怎么又错过了一本牛市 又错过了一本上涨 对不对 又错过了啊 你不要着急 修仙不急于意识 我说跟大家修仙 你要科学修仙 投资一样的 不要急啊 还有下一波呢 老领导的叙事经济学 是一波一波的啊 当然你的人生有限 老领导一会割下一波韭菜了 没割到你 你也挺幸福的 其实不要着急被割 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叙事范畴 从而有助 推动这个比特币的叙事和价格增长的趋势 所以他继续分析这个比特币的叙事 是大行其道依赖于人情味和身份认同 就老领导 刚才我说的要给你一个角色 你在这个角色 你的身份 在这个故事里边是有一个角色的 你是在一个大背景下的 像美国梦 中国梦 这都是老领导叙事的套路 人们喜欢神秘的故事 喜欢揭开神秘的面纱 所以中本聪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即使有这个人 他也不能暴露 而何况没有这个人 这个比特币很可能是美国的CIA 或者美国的什么 那个情报部门 弄出了一个东西 就是老领导金融寡头这些集团 弄出这么一个东西 忽悠低端人口 而且要推动虚拟货币 用它做一个测试 而且还能割韭菜 而且也可以用它做这个叙事经济 忽悠低端人口 这多好 所以这个人到底有没有 无所谓 他必须神秘 这就是老领导告诉你的 比特币的这个神秘故事 被一传再传 传来传去就传成了神 就成了今天这个比特币邪教 有教主 比特币这个全国叙事率 因此不断升高 因此我们就懂了吗 之所以愿意接受比特币 比特币就有价值 很大程度上 源于其叙事上的成功 由此产生仙子效应 而比特币叙事成功 又与其包含大量社会热点 众多筷子人口的小故事 特有的人情味和身份认同有关 这就是喜乐给我们分析的 这个叙事经济学的这个角度 来看比特币 为什么是这个邪教 太太好了 那当然很多 相信比特币的人 肯定不同意了 无所谓啊 无所谓无所谓 比特币邪教是如何被操控的 这个99%的加密货币 这个数据是伪造的 这个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这个title就行了 比特币炒作横向发展 集体欺诈是不可持续的 西安就发现 大多数比特币交易都是骗局 新的研究对比特币交易的合法性 提出了更多质疑 2019年的密码信任问题 硬币死亡与欺诈 密码的死亡和税收 这个太好了 这title就告诉我们 比特币是个邪教 他都是在骗人的 都是假的 而最新的关于这个 虚拟货币的讨论呢 就是这个 2020年8月7号 这个月发的 这个36颗青 发文这个转载的 我花了46美元 在这个UNISWAP上 发了一个币 当然这个这上面提到了很多这些比特币圈的虚拟货币圈的名词 我都不懂啊 这平台我也不知道 什么dex啊 什么的 deffy啊 cex啊 这我都不懂啊 这些这个 old daily 这个专门搞比特币新闻的 这个我也没有经常关注 这些什么token呢 谁知道呢 erc20 token generator 这是什么东西 反正随便就建了一个币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了 花是46美元 你就发一个自己的币 摇将币 对不对 发一个你屌丝币 对不对 发一个中本丛币 你随便发 所以比特币今天进入这个状态 虚拟货币呢 就是一个赌场 什么人都可以上去赌 你花了花点钱 就可以弄一个自己的币 啊 一大波土果币正在涌来啊 就以前呢 我们刚才说的是叙事经济学 你还得讲一个故事 你发一个新币 你得讲一个创业故事啊 你讲一个这个经济模型啊 对不对 写一个白皮书啊 以前是说的是 新的这个 筹资方式吗 比特币创建了新的这个融资方式 就是这个 靠一个白皮书就可以融资 今天这个故事都不用讲了 直接以暴涨拉盘的方式 吸引韭菜入场 现在就是这么直接 就是这个赌场 而这些买这些币的人 难道不知道吗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知道这是赌博 所以他们就愿意去赌 啊 他们有这个逻辑啊 如果发了100个币 他每一个都投点 没准哪个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爆款呢 爆款了 他不就赚了吗 但如果你投100个 你要赚回来 你不就得涨100倍吗 对不对 如果你投10个 你要赚回来 你就得有一个涨10倍 但如果你按这样的比例来算 你投资的回报率是非常低的 你要算概率 对不对 这样你不如 你不如去买一些 传统的投资产品 其实一样一回事 这些人就是对投资的理解 非常肤浅 我之前我就说 如果你在比特币上 你在这些虚拟货币上能赚钱 你在其他 全世界任何的投资产品上 都能赚钱 即使你什么都不懂 那你在比特币上赚钱 说明你运气好 那你在别的投资产品上 运气一样的好 你更容易赚钱 如果你对比特币能研究特别透 这几千个虚拟货币 你都研究透了 那你随便去研究股票 研究这个贵金属市场 研究这个农产品市场 你更容易赚钱 研究期货市场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在比特币如果能赚钱 你在全世界任何理财产品 都能赚钱 而且更容易更快 这就是我的观点 当然比特币我不懂了 别的产品 我也赚不着钱 所以这个和这些道友啊 交流就有障碍 这个道友可能都已经 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修炼到这个什么境了 已经进入真神境了吗 我们还是在住基奇吗 图口币是一个人 叫欢乐海的微信社区 据称建群一天就满了 推荐的第一期项目SXY 最高上涨700倍 然后大跌92% 险些归零 所以上涨700倍的时候 谁能赚着钱呢 这就是问题 而且上涨700倍的时候 你能出手吗 对不对 你出了有人能接住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只看着 它一瞬间涨没有用 就像之前这个石油价格 变成负的了 变成负的 你以为你就能去买吗 不让你买 对不对 银行系统说 我们没有负的这个 没有负的这个下单的这个程序 这程序不支持 只能支取证数 对不对 所以变成负的 你买不了 涨到100倍 涨到1000倍的时候 你没法下单 系统崩溃 但是跌到92%的时候 那就是真的 你的钱就没了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游戏这么简单 你都不懂吗 当然今天这比特币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很多人还在下边骂我 但是我尽量的和低端人口分享 所以还是回到尤尔和拉利 这个今日简史 如果你不懂 什么都不懂 我说 如果你是个低端人口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把这个目录背下来 如果我这个孩子长大了 已经能这个认识这些字 什么的 已经能理解这些东西 我就让他把这个背下来 你就把这个目录背下来就行了 等你长大的时候 你就没有工作了 现在是旧叙事到新叙事 旧叙事已经破灭了 新叙事还没有开始 然后呢 数据霸权 社会公平 数据霸权是什么 比特币嘛 人家拥有这所有的数据 然后你在里边赌博 你觉得你懂 你懂个毛线 一分钟就让你没断 断电 对不对 谁该拥有数据 所有这些你都背下来 最后呢 重新认识你自己 寻找你的这个人类心智的奥秘 对不对 人生不是虚构的故事 不要老在老人 给你这个虚实的故事里边玩了 玩自己 你比谁都懂 你玩的就是你自己 然后多多多多 多这个教育下自己 唯一改变的是不变的 唯一改变的是 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 对不对 这都很简单的事 你背下来嘛 时刻提醒自己 对于你们这些玩比特币的人 本来今天可以做这个 更大的主题的 最近发了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这个身体互换 最近我认为最大的科技新闻 是身体互换 并不是马斯克的脑机接口 当然他俩可以结合起来看 这个我故意多少 可以给大家再讲一讲啊 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吧